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最近合作社有上架一款有机清新乌龙茶青粉 我为大家简短的示范一下我在家里都怎么泡它 你要找一个比较宽口的 然后有深度的一个碗 然后先把茶青粉倒下去 我大概用300ml的水 然后这是我平常在刷抹茶的刷子 茶刷 如果你没有你可以用电动搅拌棒 就是你在打奶泡的 或者甚至是你在打蛋的小的打蛋器都可以 因为我们只是要把茶青粉打散在开水里 我用300ml的水 然后记得水温不要太高 大概80度左右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温度太高会破坏到维他命C 还有丰富的额茶素等等之类的 所以温度不需要太高 很细致的泡沫服在上面 喝起来呢 我觉得有惊艳到 因为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拍影片介绍给大家 水 这个是我要做抹茶牛奶 给大家看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做的 一包 一包是一克我用20ml的水 你也可以用到10ml的水 它就会更浓 可能会有营造出格格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会用到20ml的前提是因为我不加任何糖 一般你看到外面在喝它可能会10克的粉 茶筋粉抹茶粉它会兑到20克30克的糖 我觉得这样太高了 对 基本上我在喝茶我是完全不加糖的 一杯牛奶 然后再加上我刚才刷完的茶筋粉 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喝耶 每天早上或者是你想要喝一点不同于开水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样很简单的方式来泡 你也不用去煮 那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茶筋粉 它是茶叶改良厂创新开发的一个茶筋粉加工技术 我觉得它是有全食物的概念在里面 因为一般泡茶我们就会有食物残渣 就是茶叶要丢掉 但是茶筋粉呢 它利用新鲜的茶叶直接加工 那种很丰富的维他命C 还有鹅茶素跟膳食纤维都保留住了 它是有一种怎么讲 就是一个很机能的一个机能性成分都留住 然后也让我们可以很快速跟便利的摄取到营养 我觉得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都是很方便的 这一个茶筋粉呢 它可以加在果汁牛奶当中 你直接加进去也都OK 然后冷热也都可以 所以它很适合我们忙碌的现代人 真的因为每个人生活的节奏都很快 所以很鼓励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